前面我们用了两封信的时间,为你介绍了古希腊最著名的三位车学家,今天我们回到古希腊的历史中来,跟你聊聊古希腊世界发生的一场大战西波战争,如果你有印象,其实我们在总纲的零四讲中,就为你介绍过这场大战,希腊人和波斯人原本都是古印欧人的一致,但是由于波斯人和希腊人分家上千年了,而且走向了不同的文明发展道路, 因此当这两个民族都在世界历史舞台上崛起,而且文明圈的范围有重叠时,两种文明之间的对撞也就变得不可避免了,希波战争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发生的,这一场大战前后延续了近半个世纪,我们现在事后分析,你会发现,从当时双方的人口数量和经济总量来讲,希波战争是一场完全不对等的战争,古希腊世界,所有城邦的人口加起来大概只有数百万, 在考虑到西波战争时期,很多时候只有雅典和斯巴达参战,因此希腊一方真正能够动员的人口可能还不到一百万,而波斯帝国能够调动的人口则多达数千万,最高的时候达到五千万到七千万之间,而且波斯帝国服射的疆域也比古希腊世界更广大,在当时波斯的领土不仅包括今天的伊朗地区, 还包括了从印度文宁圈以系,一直延伸到地中海沿岸的广大地区,但就是在这么悬殊的实力差距之下,希腊人却两次战胜了强大的波斯帝国,并最终在西波战争中取得胜利, 那么,这场战争是如何爆发的又是如何发展的?希腊是如何赢得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的呢? 这一讲,我就来跟你聊聊西波战争的前后始末,首先,西波战争要从波斯居鲁士大帝的四处征战讲起, 居鲁士大帝,听到这个名字你是否觉得耳熟?没错,我们在之前的来信中曾经给你讲过居鲁士大帝灭亡新巴比伦的事情, 这位波斯帝国的皇帝几乎战无不胜,他在统治波斯的大约三十年里, 发动了一系列对外战争,按照西罗多德的讲法,每一次都毫无例外地征服了每一个国家。 公元前547年,波斯的居鲁士大帝征服了伊奥尼亚,也就是今天土耳其在地中海沿海的地区。 当时,那里已经有了不少希腊人的城邦,在刚征服伊奥尼亚的前半个世纪里, 希腊人一直在反抗波斯人的统治,寻求独立。 最后,居鲁士大帝为了便于控制当地的希腊人,于是便扶持当地的建筑,管理当地的诸多希腊城邦。 米利都就是伊奥尼亚地区最重要的希腊城邦之一。 在公元前499年,米利都的建筑阿里斯塔格拉斯在波斯的支持下出海远征希腊的那克索斯岛, 但是后来,阿里斯塔格拉斯的军事行动失败了,他随后也被波斯解职。 被解职的阿里斯塔格拉斯趁机鼓动伊奥尼亚地区的这些希腊城邦起义。 反抗波斯的统治,这就是历史上的伊奥尼亚起义。 虽然这群希腊人很快被波斯人武力镇压,起义失败了, 但是,这一事件却成为了后来西波之间爆发大战的导火索。 因此,历史学家们通常也把伊奥尼亚起义这一年公元前499年, 认定是西波战争开始的事件, 就在成功镇压伊奥尼亚起义之后的第二年,公元前492年。 波斯此时的皇帝大流士一事决定出兵,一举征服希腊。 他率领波斯军队一度攻下了希腊北方的瑟雷斯和马其顿。 但是在随后禁军的途中因遭遇风暴而失败。 到了第二年,波斯准备再次攻打希腊。 这一次大流士一事没有清敌, 而是认真做了准备他在武力威胁希腊各城邦的同时, 派出使节到希腊所有城邦招降, 离见希腊诸城邦的关系。 大流士一事的这一策略奏效了。 当时,几乎所有的希腊城邦都投降了波斯, 除了雅典和斯巴达。 雅典处决了波斯派来的使节, 作为回应, 而斯巴达也决定对波斯宣战。 受到挑衅的大流士一事于公元前490年, 对古希腊世界发动了一场比两年前规模更大的战争。 波斯的舰队横渡爱琴海, 开始向古希腊世界进军。 面对波斯大军压境, 雅典曾派出一名士兵到斯巴达求助。 他当天早上从雅典出发, 第二天夜晚到达斯巴达, 跑了近140英里。 然而, 他一路的老古兵没有得到回应。 斯巴达因宗教节日的原因, 必须到满月之后才能出兵, 这就要大约晚半个月。 无奈之下, 雅典只好孤军迎战波斯。 雅典人组织了一支一万人的重装补兵部队, 在波斯军队登陆的马拉松平原驻大, 并拦截住了波斯的大军。 波斯军队有2.5万人, 数量是雅典军队的两倍多, 不过他们事先分兵一万去攻打雅典的同盟城邦艾雷特里亚了。 雅典和波斯两军在马拉松平原对峙了几天, 双方都没有动作。 雅典人这边是在等待斯巴达的援军, 而波斯这边也在等着自己的军队攻克艾雷特里亚和兵一处作战。 几天后, 情况发生了变化, 艾雷特里亚被攻陷, 波斯的援军随时可能赶赴马拉松, 也可能直接进攻空虚的雅典。 这时, 雅典人必须做一个抉择, 要么继续作战, 要么撤军回雅典, 坚守称池。 雅典当时是民主体制, 这样重大的决定需要将军们一起投票决定。 当时的轮值将军米泰雅德主战, 而另几位将军则主张回雅典, 最后投票的结果是开战。 于是雅典军队就有米泰雅德统领, 利用事先设计好的阵型包围了波斯军队, 取得了马拉松之战的决定性胜利, 攻陷埃雷特里亚的那支波斯军队原本打算程序进攻雅典, 但在得知自己的部队在马拉松战败, 雅典军正赶回雅典的消息之后, 也从海上撤军了。 至此, 古希腊取得了第一次西波战争的胜利, 几年后, 一代雄主大流逝于公元前485年死去, 此后, 波斯虽然有心再次攻打希腊, 但无奈内乱不断, 直到公元前480年, 大流氏的继任者薛西斯一世亲率一只20万人的大军, 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的战争, 这一次, 波斯的军队在初期获得了一系列的胜利, 但是在温泉关遇到了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一世率领的, 三百名斯巴达勇士和希腊城邦联军的抵抗, 波斯军队最后是在希腊内奸的引导下绕到温泉关的背后, 攻陷了温泉关, 一度占领了古希腊的大半领土, 不过, 虽然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一世和他率领的斯巴达勇士几乎全部战死, 但由于他们在温泉关一战中成功拖延了波斯军队的进攻, 为雅典和其他希腊城邦赢得了宝贵时间, 后来古希腊各个城邦都开始积极应战, 对抗波斯, 在后来的萨拉米斯海战中, 以雅典为首的希腊联合海军大获全胜, 这一场胜利也成为了第二次西波战争的转折点, 随后希腊人转手为攻, 在普拉提亚战役中再次得胜, 最后, 希腊和波斯双方签订了和平协议, 卡里阿斯合约, 希腊和波斯的大规模战争至此正式结束, 希波的关系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好, 到这里, 我把希波战争的全过程带你过了一遍,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希腊能够在军力如此悬殊的情况下, 击败强大的波斯帝国呢? 在我看来, 这里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 和波斯大军相比, 希腊军队主要是以有产的自由民为基础, 组织起来的, 这群士兵们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战斗, 因为他们要保卫自己的人身自由和个人财产, 这些士兵所享受的自由以及产权的制度, 让他们能够主动保驾卫国, 相比之下, 波斯的军队构成就不是这样了, 在萨拉米斯海战中, 波斯海军有四万余人溺毙于海底, 但没有人记得他们是谁, 波斯的士兵更多是被看成是战争中的损耗品, 没有自主性可谈, 另外, 希腊能够获胜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来源于希腊文明的向心理, 在第二次西波战争中, 斯巴达国王已经战死, 雅典已经失守, 但是当时民众对希腊文明以及各城邦的向心力还在, 因此哪怕只剩下斯巴达和雅典, 古希腊世界也一直在试图反击, 而在波罗奔尼撒战争之后, 希腊的民众对各城邦的政治非常失望, 因此当马其顿的军队到来时, 他们几乎不战而降, 这和他们当初拼死抵抗波斯人完全不同, 最后希腊人能够获胜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本土作战的优势, 虽然当时波斯的边界一直延伸到希腊世界, 但是他统治的中心地区距离主要战场还是有相当远的距离的, 因此波斯很难保证长期作战的补给, 在西波战争中, 波斯几次获得局部的胜利, 甚至一度占领了雅典, 但是以当时提供后勤的能力, 波斯难以为长期战争提供保障, 因此他只要有一次大的失败, 就必须撤军, 整个军事行动就彻底失败了, 虽然希腊在两次西波战争中取得了胜利, 但是也暴露出他们那种各个松散的城市联盟的一系列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 各城邦不可能集中力量共同对付外敌, 在波斯入侵时, 经常只有少数城邦奋起反抗, 很多城邦直接就投降了, 还有一些甚至站到了波斯的一边, 各城邦不能就各自的利益达成一致, 也导致了后来希腊内战, 也就是波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 关于波罗奔尼撒战争的故事, 我们下一封来信再谈, 希腊在长达半个世纪的西波战争中, 能够倚弱胜强, 战胜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波斯不是偶然的, 希腊人出于保卫自己自由和财产的目的, 能够同仇敌忾, 产生无比强大的战斗力, 这是他取胜的主要原因, 波罔远道而来, 在当时的情况下, 很难保证长期作战的补给, 这使得他即使在局部战场上获胜, 也无法赢得长期的战争, 你认为还有哪些因素, 能够影响大规模战争的最终结果, 欢迎你给我回信, 说说你的看法。